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近几个月来 欧洲国家遭遇五座 越来越重的大山压顶 那包括美联储大刀阔斧 一年内连续四次加息的冲击 本身国内居高不下的 高涨压力 然后俄罗斯停止天然气工艺 引发的这个能源危机 然后面临创新高的债务 以及欧元贬值 那欧元对美元汇率 已经跌破了0.99大关 创下了20年来最低水平 除了欧元之外 英镑也跌至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 刚刚过去的星期五 英镑对美元是一度下跌1%至1.1351 创下了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英国8月零售销售呢 也创下了8个月以来最大跌幅 且是生活成本危机加加剧 那信心恶化 迫使消费者减少支出 分析普遍认为 这反映英国的经济前景 并不乐观 那面对这一连串爆炸力威猛的危机 欧洲正在走向一场经济大风暴 目前欧元区面临的通胀压力 是1991年欧盟成立以来的最高点 根据欧盟统计局近期公布的 初步统计数据显示 欧元区8月份的通胀率 安年率计算已经达到了9.1% 高过7月份的8.9% 再创历史新高 如今欧元区内的物价都好像火箭般飞涨了 那其中欧洲的电力价格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飙升 比去年是上涨了近10倍 为了应对创纪录的通胀率 欧洲央行是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冒着经济衰退的风险 在9月8号是一口气加息75个基点 这是欧洲20年来最大幅度的加息 也是欧洲央行今年内的第二次加息 然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就暗示 加息的路还没有走完 因为通胀率实在太高 而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通胀还会保持在目标水平以上 更糟糕的是 如今欧洲多数国家也正在面临 创新高的债务负担 特别是对2008年到2010年之间 因为爆发债务危机 而被称为欧洲五国的葡萄牙 意大利 爱尔兰 希腊和西班牙 对这几个比较弱的经济体来说 欧洲央行加息肯定是一大考验 北方大学经济学教授林福言 接受《八点最热报》的访问时就表示 在饱受通胀的压力下 美国是自顾不暇 眼中只有解救自己的经济 哪里会顾及到欧洲这些盟友的死活呢 他指出 通过加息来抑制国内通胀 一直都是美国惯用的手法 加息对美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利益 因为加息之后 热钱都会回流美国 美元升值 那其他国家 包括欧洲国家的汇率都会贬值 只有无助的成为被割的韭菜 美国是不理欧洲 美国只管他们美国的经济 他们自顾不暇 所以他不理欧洲他不理 如果美国加息的话 对欧美国加可能他们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你的利息跟美国跟欧洲差得太远的话 肯定是货币会受到影响 欧洲经济陷入高通胀和能源危机的泥潭 欧元急剧贬值 对美元汇率跌破了2002年以来的新低位 那面对这波的通胀海啸 欧洲国家还能活得起来吗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这个梦魇 资深采经分析师张国林受访时直言 欧洲国家现在处在非常艰辛的局面 真的是无处可逃 除了国内物价暴涨 人民生活成本提升 一些公司或企业还因为能源和天然气短缺 被迫裁员和停工 进而导致经济衰退 至于欧洲通胀接着下来还会不会继续飙高 张国林表示 这跟能源价格和俄乌战争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因为俄罗斯讲说 我就供应你少一点天然气 没有了天然气的话 价钱就飙得很厉害 你如果有朋友在欧洲国家 打个比方说 如果是在英国的话 两三年前的话 一个家庭一年用电的消费可能是一千磅 今天的话是要五千磅 已经起了五倍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在马来西亚 你的用电费是两百块一个月的话 瞬间就跑到一千块一个月 那个压力是多大 北方大学经济学教授林福言则指出 欧元区边缘国家例如希腊 西班牙 爱尔兰等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几个月下来这些国家的通胀率都压不下来 恐怕接着下来还会持续攀升 林福言认为如果要让通胀缓和下来 除了要看俄乌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还可以寄望其他世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例如中国 在这方面有可能他就要靠中国的经济 如果中国的经济可以增长 对不只是欧元区 对亚洲其他国家或者是世界其他国家 都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问题是在我们看到 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要放稳了 中国开始降息了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告诉我们中国政府也知道 它需要防衰退的 它不能够一直防通膨 它要防衰退 另外林福言还指出 欧元区一出生就先天性不足 这是因为欧元区 由多个不同经济结构的国家 结合在一起 大家的国情和经济增长的程度 都不一样 导致欧元区最后分裂成 科兴国家和边缘国家 科兴国家就是那些国家 在这个欧盟单一经济体 他们得到很大的利益 边缘国家就是他们没有得到 反而他们有受到影响 因为他们加住了这个欧盟 他们就失去了所谓的 自主的货币政策 它不可以再印钞票 不可以乱印钞票 他们要跟着这个欧盟的经济体 要跟着走 所以这一些国家当生息的时候 然后债务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 它的金融危机就会增加 希腊是其中一个 我们看到了所谓的破产在欧元期 所以要结合我看任重道理还要很长的时间 林福言表示 欧乌冲突对欧洲国家的打击最大 很难逃得了经济衰退的命运 而张国磷也预料 接着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欧洲国家陷入衰退 只不过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对经济衰退 比较明确的定义 然后美国的话 美国已经是两季度 进至这个negative GDP growth 不过他讲还不是 因为他有考量说这个就业人士 如果你的label market 你的就业人士还很高的话 不一定是说是一个recession 所以说这个定义也不一定一样 不过肯定欧洲的经济 肯定是开始会缓慢 而且会缓慢越来越快 因为最大的问题 也是因为能源的问题 当下高通照 已经是摆在欧洲国家面前的灰心 那在美联储一片阴生加息的背景下 欧洲央行只剩下两个选择 要么紧跟加息 要么激进加息 那意味着欧洲央行 未来会缩减购债规模 这势必会引起欧洲债务市场的抛售潮 那今年6月 债务率比较高的希腊和意大利 十年期国债利率分别达到了 4.74%和4.2% 都突破了4%的紧接线 而回看欧洲央行在2008年和2011年 两次加息都造成了经济动荡 导致经济增长 踩刹车 在这样的背景下 欧债危机时隔十多年之后 会卷土重来吗 那欧元节节败退 欧洲经济能够逃过衰退吗 要知道更多的相关分析报道 留守明天的节目 就是会运动荡 我们下期节目的